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就是在做跟品牌台灣合作 那其實我們有一些心路的歷程 那我們主要是做機器的組裝 那機器的組裝就是會有很多的 我們說師傅嘛 那他也是傳統黑手 那我們要如何去翻轉這個黑手的形象到一個品牌呢 就是接下來要講的 那我先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我在工具機的產業大概有13年的時間 那比較可以說嘴 就是說10年內我幫這個產品增加7倍的營收 那再介紹一下我們公司 我們是一間 明洋機械是一間將近40年的一間公司 那我們有大概100多位的員工 我們在台灣有兩個廠然後大陸有一個廠 那在全球的供應商來說 我們大概有400位的供應商遍布於全球 那同時呢我們 我們大概有24個的代理商也是在全球 那這個看起來很傳統的機器 它其實就是我們要怎麼講就是起家機啦 那我們就是靠這種傳統的機器來把明洋機械 就是這40年來營收帶到一個頂點 那同時呢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當然 我們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有數值控制CNC 對 假如大家有知道CNC這個東西的話 CNC的一些車床 那同時就是我們也有做一些就是比較複合式的 所謂CNC的車洗複合機 那CNC的車洗複合機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把車床跟洗床合為在同一台機器的概念 那簡單的來說呢 就是在座的女生比較多嘛 相信你們都有去做一些什麼美甲美容 那現在有那種複合的店 那你就是進去的時候呢 它就是你可以做頭髮 然後你可以做指甲 然後可能修腳毛之類的 就是可以在一家店同時完成 那我們的機器就是可以把這些工序一次性的把它完成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系列 那跟大家講一下這個黑手的文化 那黑手可能大家 它在傳統的觀念來說 它是會一個是一個比較就是 基層的一個藍領的勞工的概念 那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它可能就是手會髒髒的啊 然後它就是會抽煙啊吃冰啊 還是喝阿比之類的 但是其實就我對黑手 因為我們我們都一直在跟這些師傅在相處 所謂黑手呢 它必須 第一它要邏輯性 為什麼要邏輯性 它就是要把這個零件啊 因為我們一台機器上千個零件 它必須要很有順序的把這些零件組合而成 那再來就是它需要有耐心 要並且要細心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機器的有一些精度的部分 它可以小到小到跟一根頭髮的十分之一這麼小 所以它必須要很有耐心很細心 才可以把這個機器的精度做完成 然後再來呢就是有時候他們會遇到一些比較惡劣的環境 那就是可能比如說溫度比較高啊 還是說有一些比較髒亂的環境 必須去做這些維修啊 或者是組裝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是想要扭轉這個黑手文化的一種概念 那其實因為我們為什麼要做品牌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客群 其實蠻多都是來自於航空業 汽車業 醫療業等等 甚至電子業這些比較高科技的品牌 那我們想要把我們的品牌 轉化成比較有熱情有活力 並且比較年輕化的感覺 那扭轉一些大家的一些舊有的想法 那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要與品牌台灣合作 來去創造另外一個新的形象 那同時我們當然我們以往公司我們一些有優勢與挑戰嘛 優勢就是說我們是一間40年家族企業嘛 我們有研發的能力 我們也很重視品質 再來就是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品牌架構 也就是剛剛像林所講的一間公司 它可能有一個LOGO 它有一個廣告 然後可能有一些目錄有網站 但是其實這個在全球市場來說 它其實是非常不夠 我們其實遇到非常多的困難 也就是說我們在全球市場 我們與那些歐洲或者是美國 或者是日本那些大廠 他們其實都是百年以上 我們的知名度其實跟他們來比說 是相當相當的低 那我們也就是比較沒有市場的區隔及特色 所以其實這只是遭遇到很多困難 也就是說當我們今天想要賣這個產品到客戶端的時候 會就是客人就會拿你跟這些大廠去比較 那即使我的功能性或者是我的 就是說我的價格上比他們還要 我功能性可能比較好 價格也比較低 但是我還是沒有辦法 我還是沒有辦法就是拿到訂單這樣 那以往我們的拓展主要都是靠著 像是展覽還是說像經銷商 或者是同業口耳相傳 然後再也就是可能我們自己有一些社內展 那線上的行銷可能就是藉由社群的媒體 或者是影片等等 搜尋引擎等等的來去推廣 那我們的市場也是主要注重於像原型的這個 它就是比較是在歐洲、美洲這邊的市場 它方形的就是像剛剛那個傳統的吉他 是比較在中國或者是亞洲的市場 那在與SABA合作之後 那我們就是他會建議我們先做一個外部的集合 那這個外部的集合主要是想要聆聽一些我們客戶的聲音 所以我們與國內外的10位的代理商來去做一些合作 那藉著一些電話的訪談 然後得出一些比較他們內心真實的聲音 他不會告訴我們的聲音 那幸好就是說他還是覺得我們 我們的機器其實在中高端市場是有競爭力 那我們也有良好的服務的態度 但可是可能我們就是缺少一些比較就是經驗面以及品牌的形象 來去幫助他們推廣機器 那同時呢我們也是就我們外部的觀點會列出功能面、經驗面以及象徵面 那這功能面、經驗面、象徵面它會是比較以傳統的方式來說 就是適用性、不錯的態度、那產品的外觀 那我們就是要把它轉換成為我們有創新的技術 我們的服務是跟夥伴是連結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是有活力、比較現代以及進步的 以下面這個圖來說 我們以往我們都是比較在強調功能、產品 然後但是其實我們跟我們的客戶是比較沒有連結 會有一個距離感 對 所以我們想要把它再提升到 我們可以跟客戶可以做一個互動 然後再來就是說 同時我們產品的功能也要足夠 所以我們也是 深對我們的品牌做出了 這些定位 有一些願景、任務、承諾等等的 這些定位 然後總結出一個就是我們想要透過創新的技術 為CNC電腦車廠的未來做出一個重大的貢獻 那同時我們希望藉著這樣 然後來去與我們的客戶 我們的供應商來建立一個可靠的夥伴關係 那有這層的關係之後 我們可以做出一個高品質的機械 然後有高品質的機械之後我們可以不斷去創新我們的技術 同時我們也想要跟我們的供應商及夥伴 建立一個有熱情有活力的創新合夥 然後來去製造出一個更好的機器 那同時我們做品牌不是說只有 就是剛剛那樣就是我們必須要做一些品牌內部的深化 那這些品牌內部的深化 我們其實有舉辦的 像是公司內部的訓練 或者是品牌訓練 或者是一些研習營 甚至請顧問來進來輔導 那外部呢 我們有做一些線上的活動策略 或者是實體的展覽活動策略 YouTube合作的一些策略 等等一些外部的品牌的形象 同時呢 我們必須保持我們的品牌的設計 它必須對外的語言 以及對外的material 它必須是有一致性的 所以這些呈現出去給外面的客戶 他會看到 這個就是你們民養的民養機器的東西 那這個照片就是我們在做品牌訓練 然後研習營的一些照片 那主要就是透過這些訓練 因為其實我們是一間很老的公司 不是說很老啦 就是40年的公司 那我們有很多的包袱 那員工他們其實對一些品牌 我們公司為什麼做這品牌 然後他們不是那麼的瞭解 所以藉由這個研習營呢 我們希望可以就是漸漸的 不能說一次 你不要說說做一次 然後他可能就會成功 而是要慢慢的慢慢的去 來去轉化他們的態度 所以可能說一次不行 那我們可能就要說三次等等 那我們也希望說展現出一個全面 然後一致的品牌形象 那拓展國際的市場 並提升品牌的永續的經營的能力 像一致的品牌形象 他可能就是員工 他就是每個員工 他我們希望他就變成我們的品牌代言 等就像像James說的 Starbucks那個 那個由員工自己說出去的 他會更為標準 那這些圖就是我們在社群媒體上所運用的一些圖片 那這些圖就是基本上第一個 他的圖片的品質一定要非常的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他必須要有鮮明的我們公司的特色 所以當你丟這個圖出來之後到社群媒體上 那大家就會認為 再來就是他的一致性就是大家 這個就是米洋機械所丟出來的貼文 那同時我們的po文也是必須要有一些比較熱情 有活力 然後比較年輕的那種感覺 那其實我們做這個也是有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 所以就是藉由這些貼文來去與我們的客戶來去做更多的互動 對就是自己 那我會建議說就是 其實大家看這個站的數量不是很多 但是我會覺得說就是 其實因為像上星期我們是有舉辦一個工具集展嘛 那我個人本人 因為我在經營自己個人的在社群上的品牌 那所以就是說 我其實遇到很多客戶 他是直接來找我有在 林可因上看到你的po文 然後他就是直接來 然後我回去看他都沒有給我按贈 為什麼他會 為什麼他會 他會來找我 就是說其實他們有默默的在注意你 那當然他 我跟他變成好友已經好幾年的時間 那他就是 就是 有實體的展覽就是 可以到最終有機會是可以轉化成訂單 那所以呢 我們在做這個社群的部分 我們其實在FB 從2021年 的時候 觸及人數跟20... 我們是2021年的年底開始 那 2020年 2022年跟2021年 FB的觸及就差了快20倍左右 那林可因的互動率是增加了個4% 那IG呢 從2021年到2022年大概成長快1000倍 那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 就是FB他其實是一個比較2C的一個平台 那我們其實在這個上面 雖然我們也是一直有經營 但是 在上面其實有詢問的 然後包括有 互動的其實不多 我們反而比較有 成效的是在林可因 因為我們主要是做2B的這個部分 林可因的部分 雖然你看他的成長還是他的曝光沒有很多 但是實際上 就像剛剛說的 1000個 我們在林可因上面粉絲是大概700多個 那可能就是 這個就是 實際上我們可以在林可因上拿到的訂單 反而是跟FB比較是可以更多 在林可因上我們是可以拿到超過千萬的訂單 但FB是比較沒有辦法 這個平台就是我們去年所創造的一個 我們叫它為Gater Town的一個部分 這個Gater Town它主要是 我們創造一個線上的一個空間 那就是打造一個我們自己的工廠 那在左邊這裡 它就是一個線上的展覽館 你只要 這裡有一個小人物有沒有 你這小人物只要走進去呢 它就會進到我們線上的展覽館 然後這個呢 就是因為上禮拜有我們有展覽嘛 我們就發布一個很大的消息 那也可以進到我們的 我們也創造了一個現場 對現場在這邊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裡面 你都要去移動它都可以 然後或者是說 我們有一個NFT的一個展覽館 然後這個呢 就是你看這個其實就是像一些 辦公室啊 辦公室啊 會議室啊 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們也有鼓勵我們的客戶來去 創造一個人物在上面 那這個人物 它其實是可以跟我們的這個小人呢 就是小人物呢 就是它可以跟它做一些互動 包括你要聊天啊 你要上面上面開會啊 那個都可以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有以往的實體的這種展覽 未來也許是有機會是慢慢的轉化成 線上的一個實體的展覽 然後再來就是說 其實我有一些 因為我相信大家應該可能都會想要知道 你今天參加品牌台灣 你會想要 瞭解我的想法 那我會建議說 其實 顧問不是不是一個萬靈單 不是說他們不好哦 就是說 你需要 瞭解你的公司的文化 然後 必須花很久的時間 跟這些 就是要 找到你們公司的定位 然後來去跟這些 顧問去磨合 那 因為這些顧問他們通常 會有非常一些大膽 一些創新的想法 那這些想法 你有沒有辦法解受 對 就是你必須要跟他們 做好好的一番的討論 然後再來呢 就是 我會建議你 假如今天真的要做品牌 你不是只是做一個LOGO 你不是只是做一個廣告 去展覽 然後你就 你就以為你在做品牌 你 你必須要投入 所謂投入就說 你必須要投入 你的能力 你的時間 那 他 他不一定要花錢 但是你 多多少少 你一定要投入這些成本 來去投入 那 你假如是中間 你就半途而廢了 那你想要再把品牌做到 我是覺得就是 非常非常的困難 對 好 那就 今天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各位